没事 没事 回来了 帮帮 你搬来了 对 别麻烦了 搬来 我来 我吃了 好好好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他这人念旧 什么东西都喜欢收着 开始老话吧 这老人才收集这么多东西 那我来 来来 叔叔 你小心点啊 别 别不让你给弄着 赶快把沙发那个东西拿下来 把我沙发那儿让 人家是暂时寄存 嚷嚷什么 听得多不好看啊 那那那那那 那我 我先去做饭去了啊 你们 你们搬 哎呀 先麻烦啊 来 先麻烦去 走了 李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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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帮我摘个菜吗 忙着的 你叫什么 你看你看 那那箱子不是箱子 行李不是行李 脏子巴鸡的呢 一个大男人 拿那么多行李干什么呀 别嫁给他了 我跟你说啊 我一会儿就把他收拾好了 那他要把蟑螂带起来了 怎么可能呢 这儿吧 我去弄一瓶沙通剂 别忙 反正我将来不管收拾 怎么样 这些都是你的 对啊 怎么了 太夸张了吧 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 新的 你看还看不出来 但是新的了 你看看 你买这么多衬衫啊干嘛呀 留着 备用 哎 我跟你讲 我买的时候 整法是商场打折 特划算 这些像东西 你看这件衣服 这么厚 你试试这么厚 你猜多少钱 一百二 我们这儿十年都不下一次雪 你买这些冬装 你买这些冬装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穿啊 哎呀一听就是没有常识 现在气候反常你不知道啊 六月飞雪 说不定马上就来 六月飞雪 不是有冤万的时候才发生的吗 哎哎哎哎 说点好听就行不行 三更半夜的 哎 我觉得 一般只有女孩子 才有这么多压箱底的东西 你这个大男人 怎么也有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 哎 我听不出来你这是在 说我太浪费呢 还说我太奢侈啊 哎 我觉得你有一点奢侈 也有一点浪费 哎 爸妈 会不会觉得我弄的东西太多了呀 啊 没有我 我妈这个人有时候有点虚的 没事 要不这样 我们把你的东西都整理一下 看看有一些旧的或者你不喜欢的 我们就不要了 拿去送人或者捐了 你看怎么样 哎 你打住啊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我都是经过千百万次的筛学 都是能用的 啊 别打这个终于 是吗 行行行行 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让我好好想想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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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没事儿 哎呦 你这手怎么这么凉啊 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 阿姨不用了 我刚从医院回来了 啊 那 我刚从医院把孩子给拿了 没敢跟周明说呢 哎呀 那你那你不喜欢孩子啊 不是的 我喜欢孩子 可是 就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 怎么要孩子呀 一桶奶粉 都要一百多块钱 那些生活开支 那都是多大的一笔数目呀 阿姨 哎呀 孩子 其实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 有困难大家都可以帮忙嘛 你们哪就是年轻 你当初啊 你们就不应该瞒着父母结婚 你看你出了这种事情 要父母知道了 还能帮你们一下啊 哎 你看看看看 身体都累坏了 瘦得像张纸纸的一吹 不都散架子 好了 那我扶你上去吧 嗯 来 来 你这个得好好休息 还得补养 可不能累坏身体 哦 声音快 怎么了 快扶乔乔到椅子上 来来来 没事吧 没事 那个乔乔啊 哎 一定要注意休息 一会儿你就赶快在床上躺着 好的 这这怎么了 这 我没事 就是累了 嗯 那乔乔 我回去炖点猪脚醋给你送来 哎 这样吧你去取吧 一会儿 没事不用客气 那个东西酸酸的我们吃不了 你以为我是给你炖的 臭美的 我是给乔乔炖的 啊 那你早点休息 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他 啊 嗯 咱们休息去吧 嗯 今天这猪脚买得挺好的 哎 哎 你不是说炖天鸡汤吗 啊 怎么又做上猪脚醋了呢 哎 多吃姜能够去风寒 多吃醋啊 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这些啊 我早就知道了 多吃猪脚醋 能够以行补行 借我眼镜实实吧 我这眼睛现在越来越花 哎 我跟你说你这闷干净点啊 嗯 哎 好多了 去 帮我去拿个盘了 嗯 好 拿盆也行啊 嗯 还挺干净的这猪脚 哎 我跟你说啊 嗯 这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啊 吃猪脚醋啊 吃猪脚醋啊 嗯 还能补身体 哎 我说啊 你是不是怀孕了 笑什么笑 你以为是假的 哎 你有外孙还差不多 我还怀孕的 太婆了 我刚才在楼下 看见瞧瞧了 哎 她刚做完手术 把孩子拿掉了 怪可怜的 真没想到 除名这样一个富家子弟 竟然落得如此结局啊 连个孩子都保不住 所以我就说呀 这些年轻人 没有生活经验呢 你说父母反对 您慢慢做父母的工作嘛 对不对 嗯 你总而言之有一天会有结果 这可倒好偷偷把婚结了 浪漫也浪漫了 现在呢 连个孩子都不敢要 这算怎么回事啊 花不来啊 你看看他们 现在连孩子也不敢要 啊 瞧瞧这身子都累坏了 整个人像一张纸似的 风一吹呀 人就散了架了 我要是他们 我就不那么做 哎 你说 是不是咱们老了 不能理解他们这些当代年轻人呢 不理解 哎 这是婚 婚姻大事 哎 嗯 怎么能想怎么做又怎么做呢 父母不同意 你们都偷偷的就结婚 你说以前那个年代 哎 封建思想啊 啊 什么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不可取 但是我们老一辈 有一些规矩 我们年轻人应该还是要遵守的嘛 哼哼 真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就在眼前 应验了吧 哼 我跟你说啊 咱们家珍美和梅德成 他们俩谈恋爱也可以 要是要结婚的话 哎 哎 跟你说话呢 嗯 必须要经过咱们俩的同意 听见没有 我跟你说啊 我们的女儿听话 你看 梅德成也不错啊 反正 我不同意 他们就甭想结婚 好 我支持你 来 看看阿姨炖的猪脚醋 不要 不要 阿姨 我不爱吃这个东西 太酸了 傻子 这猪脚醋不酸 什么酸呢 孩子 我跟你说实话 你这个婚姻呢 和吃猪脚醋一样 不适合你 阿姨 你怎么说话的口气 跟我老爸一样啊 你老爸 不是不希望你结婚 是觉得你还没有经济基础 你必须要先成了事业 然后你再养家 阿姨 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 我跟月月的感情 我们是很深的 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左一个不理解 右一个不理解 我们也年轻过 我们也谈过恋爱啊 2011年 那你们以前是以前的年代 现在我们时代不同了吗 不是 哪个年代 没有钱 也不能结婚 知道吗 阿姨 你怎么这么现实呀 不是阿姨现实 是你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现实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呀孩子 你说你花几万块钱 买张龙床睡在上面 和你没有钱睡在大街上 那感觉能一样 那结婚要谈的是感情不是钱 我跟你说感情是可以浪漫的 但是婚姻是非常非常现实的 每一天要面对的柴米油盐缺一样 你都不不舒服 你知道不知道 行了行了阿姨 你别说了 本来我还想听你们跟我老爸去说一说的 现在看来你们也是不会同意的 当然不同意了 我跟你说啊孩子 你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 这婚姻可不是儿戏 不是你玩沙土 这是要出人命的 我跟你说 这楼上卓明两口子 那就是个例子 哦 啊 梅德成 嗯 你帮我给卓明他们家打个电话 我要跟晓晓有事说 哎 这一千村整治行动 是城乡环境 旧帽 万西帽 喂 我是梅德成 巧巧吗 等一会儿 巧巧啊 阿姨给你弄的那个你吃了吗 啊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大肚婆 你拿掉孩子啊 是非常上身体的 知道吗 所以呢 我给你炖的猪脚醋 是让你补的 女人在这儿是特关键 你现在不补好了 你老了就麻烦了 知道吗 啊 你听话 什么 什么 啊 巧巧不舒服了 他先睡了 睡觉了 哎 卓明啊 哎 我刚才不是还跟你 巧巧在讲话吗 啊 没事 明天再说吧 坏了 刚才是卓明是 是啊 这个事儿是瞒着卓明的 不要让卓明知道他大孩子 是啊 我还得到楼上去解释解释 你看你这些 对哎 不不您别上去 人已经睡了您上去 找时间再上去说吧 都是你 你刚才拿给我 你说巧巧 我没说是巧巧啊 那你也没说是卓明呢 我 我还没拿着说呢 你就拿回去让您就开始说了 这 你说清楚了吗 都怪您 对不起啊 关于那个电话的事情 不是 出这么大的事儿 你们怎么能瞒着我呢 是我不好 主要是 怕你难过 算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 这样 你赶紧回家吧 早点回去陪陪瞧瞧 怎么了 又成哥 我刚去了银行 你看这一张卡 这张还剩九十多块钱 这张还有几分钱 这张他信用卡都被停了 这样吧 明天我给你拿一部分过来 你先用着 就这么定 反正以后有什么可能 尽快跟我讲 我能帮多大忙 就尽多大的努力 好不好 没事 就这么定 走吧 嘿 这有座围 这么晚还不回去干嘛呢 他在这干嘛呢 我想起来跟你一样 我想起来跟你一样 想结婚 跟家人闹别扭 他想结婚啊 对啊 左卫兄弟 听说你要结婚啊 恭喜你啊 诶 刘诚哥 左卫 我最近啊 刚加入一家婚禁公司 专业为人策划婚礼 价格很实在的 诶 对了 左卫 你不是要结婚吗 有些事情啊 你还真可以咨询一下他 你真的开婚禁公司啊 当然了 没问题 要不干脆这样 你们俩好好聊 好不好 我有事我先走 诶 好好好好 等着哥你先忙 好 干脆咱们找地方坐会儿 谢谢您好 这是您点的牛排 哦 哦 谢谢 谢谢 来 这个帮我收一下 好的 谢谢啊 请慢哟 怎么只有一份呢 你呢 我 我最近胃不太舒服 你先吃吧 我喝点水就行了 你吃吧 哦 你这样我不客气了 我最近啊 加盟了一家非常专业 非常有创意的公司 那咱们又这么熟了 我一定给你设计一个 最温馨 最浪漫 最有创意的婚礼 这绝对是你这辈子 最浪漫的回忆 那好啊 我打个电话给月月 叫她过来一起听听吧 好不好 好 顺便介绍你认识一下 你看要不这样 咱们先把这个婚事定下来 然后呢 你再给她个惊喜 这样好不好 这不好吧 月月这女孩子很直接的 她最讨厌我搞这些东西了 女孩子嘛 都是三仙二仪的 总也定不下来 多麻烦 咱们把这事定了 这样最快最省事了 那也好 我听你的 那 咱们这个婚礼的形式 都这么定了 你回去安排一下时间 我好报给公司 这个 怎么了 还 是不是还要征求女方的意见 她倒无所谓 关键是我老爸 不会吧 你怎么办婚礼 还有你爸爸管啊 那当然了 结婚是我的事 可 出钱是她呀 等等等等 现在就是说 你已经要结婚了 但是根本就没有钱 是啊 我没钱 但这婚我一定是要结的 没钱你结什么婚啊 结婚要谈的是感情 不是钱 你怎么也变得这么现实啊 不是我现实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 你没钱就不要找女朋友 不要结婚 不要吃西餐 你自己吃吧 你还没买单呢 不是 我都被封了 我招呼没钱啊 啊 不会吧卓明 你不会也到了这个地步吧 我告诉你 我也没钱 你看你 没钱还请人家吃西餐 没油来的又花了一百多块钱 这够我吃二十天的盒饭了 我看他要结婚了 你们老板要是真是会做生意啊 人家是找上门来的 谁会让你们跑出去找什么商机啊 以前的朋友你又不想找 现在你又没什么朋友 这可怎么办啊 不说了 周明 你怎么了 周明 你怎么了 瞧瞧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啊 不是的 好了好了 吃饭的事我不怪你了 我知道你是一片苦心 你不是说这个 我知道 我知道你把我们的孩子拿掉了 周明 周明 对不起 我不怪你 怪我 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 我已经很幸福了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啊 我刚刚出门的时候 黄晓峰刚好给我打电话 你就不能直接告诉他 说我约了你 还跟他唧唧歪歪扯这么多呢 你怎么这样嘛 他说他父亲病了 我就陪他多聊两句 有什么好聊的啊 你是医生啊 你能治好他爸爸的病啊 算了算了 不跟你说 算了算了算了 不说了 对了 你跟你爸说我们结婚的事了吗 说了 他怎么说 没怎么说啊 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他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他没说 他只是说他很累 不想谈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结婚我们都没说累 他反而倒说累 这么明白的就是 他不同意了 这也不能这么说 不这么说 那怎么说 做得给个说法啊 既然他没说什么反对的话 那我就当他是同意了 嗯 走 怎么了 连拉得成这样 告诉你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 有作为要结婚了 请我们两个去做证婚人 真的 那太好了 多好的事情啊 我们太有缘分了 什么意思啊 你想想 我们两个人分别做了三次半年和半郎 就差证婚人了 多好啊 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这本来就是高兴的事情 怎么了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事特别不靠谱吗 哎 你说有作为 他凭什么结婚 他有什么能力结婚啊 要让表叔知道了 非个气死不可 这事表叔不知道啊 那当然了 我觉得有作为有点过分了 你说注册结婚这么大个事 他不跟他爸说 你说我是不是得给他爸说一声啊 那我觉得你不要说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说吗 你万一说了 他们两个人吵起来怎么办呀 你说是不是 没准你这是爸打鸳鸯 再说了 没准人家这个有作为 要恨你一辈子 是吗 当然了 我觉得你不要说 我真的不说了 你千万别说你听我的 好吧 行了 还有话说吗 嗯 太烦了 哎呀你别烦了 有什么好烦的呀 明天去了一切不都解决了吗 回去睡吧 不想回去啊 那在这儿睡 讨厌 哎 我给你讲个故事 不停 我给你讲个故事 哎 我给你讲个故事 哎 我们真的来结婚啊 那当然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 你真的爱我吗 你怎么还在问这种问题啊 不爱你也能和你到这儿来登记啊 月月 谢谢你愿意再给我 哎呦 表姐 德诚哥 这么甜蜜啊 哎 我们两个都等了你们快半个小时了 自己结婚也不知道积极一点 月月 新婚快乐啊 谢谢 新婚快乐 谢谢 哎 表姐 我可歇你一步了啊 你跟德诚哥可要加油了啊 走吧 走 走 神圣的时刻到了 祝你俩幸福 谢谢 你好 哎 证件败齐了吗 证件在这儿 哦 好 我看看 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国的婚姻法 嗯 谢谢 对不起啊 嗯 他工作比较忙 喂 好好好 你等一下啊 谁啊 黄晓峰 什么事啊 叫他等一下再打来 我们结婚呢 没空 他给你介绍了份工作 两千五一个月 真的啊 嗯 快 喂 哎 你看他俩 跟俩小孩似的 哦 小孩结什么婚呀 哦 是这样啊 那法定年龄了 哎 哎 那谢谢你了啊 哎 那 那我过两天吧 过两天找你联络 哎 好 好 啊 谢谢啊 谢谢 怎么样 他可真够仗义的啊 说要介绍我在地厅当助理 真的 哪家地厅 哎 能打搅一下吗 能开始了吗 哎 哎 好好好 哎 嗯 好 和你解释一下 我国的婚姻法 是 哎 哎 你怎么那么多电话呀 对不起啊 嗯 喂 哦 是你啊 啊 这样啊 那 那我跟你说 现在我有点事情要办 等一下我 我再打给你好不好 啊 再见啊 不好意思啊 谁啊 黄金娇 可以开始了吗 哎 哎 我们开始吧 等一下 黄金娇打电话给你干嘛 等一下再跟你解释 我们先把事情给办了 你别让人家老等着呀 不行 你今天不说清楚 我就不结婚 你跟黄金娇不已经分手了吗 他干嘛还给你打电话 哎 我说 他已经嫁人了 他儿子得水痘 他不知道怎么办 你是医生啊 你知道水痘怎么治 我不知道来来来来 我们先把事情给办了吧 好不好 不行 我早就怀疑你们两个偷偷来往 今天终于被我给逮着了 哎 我跟你说啊 你别胡说八道啊 哎 怎么这样啊 你们还结不结婚了 不结了 哎 月月 月月 你听我说呀 月月 好了好了好了 月月 别生气了 我先对你说对不起还不行吗 你就是这样 你既然偷偷跟黄金娇来往 也不告诉我 你别忘了 我和黄晓峰怎么样 都人一无一时告诉你的 那不一样 你跟黄晓峰有过那回事 我跟黄晓峰很没有啊 你还提这事 你不是说我不提这事了吗 是你先提黄金娇 我才提这事的 尤作伟 我恨你 我才不要见到你了 哎 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 你到底还结不结婚呢 不结不结不结 我最讨厌你这种虚伪的男人了 我 我虚伪 你怎么不说你野蛮呢 我就是野蛮 哎 月月 月 月 有作为 你在干什么呀 你们在 你别教训我 你也别用这种野蛇看着我 我没错 都是她的错 哎 哎 太莫名其妙了吧 这两个人也 你怎么不讲话啊 我讲什么呀 你说这有作为跟叶月 她们两个也太能胡闹了 又不是小孩过家家 今儿高兴了 她俩就结婚去了 不高兴了掉头去跑 什么事儿 所以没想好吗 想好了就不这样了 早知道我还不如回去睡觉呢 梅维强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害怕结婚吗 不 你呢 我 我 你不怕我就不怕 你怎么回答那么犹豫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我不怕 行吗 不怕 你怎么回答 玩手 我 不怕 我 忘英雀 不怕 我 有点 我 有点 别言 我 咛 我还能封重的情愿 老爸 这么老叫牙的歌你还在听啊 你根本就不懂得欣赏 我不懂得欣赏 我看你是品位有问题 我有问题 你也变为有问题 你不懂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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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东西 接电话 接电话啊 我不接 什么态度 臭小子 喂 找谁啊 哈喽 伯父 你好 我是月月 我找尤作为 作为啊 月月电话找你的 你就说我不在 月月啊 她说她不在 尤叔 麻烦你告诉她 我是有要紧的事要跟她说 作为啊 月月说有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讲啊 你对她说我睡了 她说她睡了 尤叔 你问她 她到底想怎么样 我已经向她认错了 够了吧 月月说已经向你认错了 你到底要她怎么样啊 我不听了 月月 她把门关了她不听了 你别费你的心了 她今天算是吃了牙不要了 有事你明天再打 再打电话好吗 我不给你们当船长的船长头了 好吧 你告诉她 在婚姻分析处的事不是我的错 什么 你们都去当记忆了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竟然会向她低头了 那还是这样 人家这么多甜甜蜜蜜的 你们整天是吵吵闹闹闹 那我们就算了吧 你想什么吗 你说你们这些 喂喂喂喂 喂 你气死我了 爸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怎么了 你怎么可以 揣人家电话呢 你这样是没礼貌 你知道吗 我没礼貌 你有礼貌吗 结婚等级这么大的事 你跟我说了吧 你把老爸放眼里吗 你有礼貌吗 我怎么没跟你说呀 我不是问过你吗 你问过我了 我答应你了吗 答应你了吗 你不答应我也要结婚 你跟他在一起 你的感情技术都没有 你结了婚也得立婚 这是我们两个的事 不用你管 你是我儿子 我必须得管你 你还是先还还好你自己吧 你连妈都管不住 还管我呀 你 我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 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 来 表姐 我再去 你也进去 谁的电话 又一套 说什么了 能说什么好事啊 他们父子来又吵架了 儿子跑了 打电话问再没在咱家 又吵架了 这对父子 真是一对冤家 你说这游泽文也太不像话了 背着他爸爸拉着女朋友去办结婚 他胆子也太大了 这也太过分了 他根本就没把他爸爸放在眼里 这孩子也是太叛逆了 你说他爸爸让他做什么吧 他偏不做 不让他做什么 他偏做 那还不把人气死啊 我要有这儿子 我打断他腿 我 本来呢 还想劝他几句 现在 又劝不了了 谁劝呀 你劝还是我劝呀 谁能劝得动他呀 他爸还让我劝他 我也劝过他 他听我的吗 我跟你说 我现在可没有这个精力管别人的事 我一心呀 就关心咱们家真美和梅德成 你怎么总说这些呢 女儿她们不是好好的吗 你担心她们干什么 都几点了 你看看表 你看看表 几点了都 甚更半夜的不回来 梅德成还有脚伤呢 就拉着咱们家的真美 满世界跑 疯什么呢疯 几点了 深更半夜的 好了好了 你别说我这么多了 我说莉莉 你不要管这么多 你要是管多了 我怕再出现第二个U作为 你好没啊 他给你什么相伯伯吃了 你这么替他说话 我可没帮他啊 我是怕你管多了 管严了 把你那个好女婿给吓跑喽 吓跑了 真金不怕火烈 我跟你说 他要是爱咱家真美 他就得瘦着 哎呀你这人啊 我跟你说 我要找个好女婿 要像我们家 你好名那么好 哎呦 我腰疼 好好好 我把睡觉去坐坐坐 那你给我捏捏 好走吧 嗯 好 走了 我该找个好女婿 我基本上帝 我肯定了 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你们俩多好啊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 还没想过 着什么急啊 慢慢来呗 你们俩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啊 而且技术这么好又不急于结婚 不像我那个儿子 一夜就挣五百块钱呢 还要想着结婚 表叔 现在的年轻人和你们那伙人想法都不一样 有什么话你慢慢跟他说呗 就是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吃软不吃硬的人 您得单独抽时间好好跟他聊聊 就是啊 得诚都比你了解他 作为啊 作为啊虽然是我生的啊 可是我现在跟他根本就谈不到一起了 现在连他妈的话他都不听 诶 真美啊 嗯 你抽空你替我劝劝他 他既然跟月月登了记了 那就是两口子了 两口子就应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别老吵吵闹闹的 表叔 他俩还没登记呢 就是啊 什么没登记 对啊 他把婚姻当儿戏了是怎么着 咱们再来说 表叔 表叔 你看你这表叔 人家结婚也不高兴 不结婚也不高兴 真想不明白 还不是都怪你啊 非要让我给你去做有作为的证婚人 这下好了 他了解不成婚 我罪过我还大了呢 怎么了 人家有没有怪啊你 哦 那你还准备 准备去给人家撮合一下啊 那可不是嘛 那表叔生气了 那我就得给他俩撮合成了不行了 那我觉得没这个要 你真有这时间 还不如多陪陪我呢 你怎么了 我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昨天这脚腕子给崴了一下 我正想 正想去医院去拍个X光呢 你明天陪我一块去 行不行 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我仍然去害怕 你看我平时相应战事 但是一这样吧 你心里特脆弱 特希望你陪我 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不 我需要成长 你试试就这儿 你试试 特别疼吗 特别疼 你试试 哎 我还没打着呢 你打我手了 行 乖 明天要陪你去啊 快吃饭吧 我吃虾不吃菜 我吃虾不吃菜 你先吃人 说得胃子 把这个 你 哪 看 是 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好烦哪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